几步,先二维图像将几步扫盘完整 然后将几步放在显示器的处备部位 然后同样按下4D键 调整数据框的大小 尽量调盖住脊柱 我们通常情况下扫脊柱 因为我们都需要动态的观察 所以我们就转回到3D模式 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Curve Line按钮 因为脊柱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根线也要调整跟它相对应的一个弧度 这样扫下来的话看起来就比较完整